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叫上爹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那我們今天這開場很特別 是整個畫面的 沒有錯 那今天要來拍的影片呢 是這個 小青的造型 手感 大評比啊 很多人說皇帝 你的小青這麼屌 眾所皆知 那你是應該分析你的小青 你就拿一個造型 手感 CP值 外觀 是你最喜歡的 那這個靈感來源呢 來自於一個粉絲跟我講說 就是 這個小青啊 他的造型越出越多 各位你們真的要感謝我 由於我小青 就是在影片上啊 或者是各方面 踴躍的表現 官方出這個小青的造型是越出越多 所以我覺得到了一個時機啊 就是現在這個時機 我要來評比一下 小青的各個造型 小明吧 他有拍莉莉安的造型評比 我一開始不知道 是粉絲傳給我看 那我有去看一下小明的介紹 以外觀 手感跟 CP值下去做為這個 計分條件啊 那我就是以1到10分 最高10分 最低1分 齁 以這樣子下去計算 那希望大家 可以相信我 對於小青這個掌握程度啊 我說小青哪個造型好用 他絕對是好用的 好不好 那首先呢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這個小青的原造型 我們就不列入評比啊 因為小青的原造型 我覺得沒什麼好介紹 目前來說 小青出了 功夫寶貝 寒冰遠征 電明狼拳 武動麒麟 エストREAMER 跟寶韻達摩 這幾個造型 我們來做評比 好 我們從小青手感最好的造型開始看 那小青手感最好的造型呢 我個人認為是這個 是電明狼拳 我覺得小青的這個 電明狼拳手感是最好的 所有造型裡面 他的手感 我覺得是最好的 那我們來試玩一下 那小青呢 在這個電明狼拳裡面的造型啊 我覺得無論是音效還是打擊手感 都是非常的棒 而且他這個音效啊 我覺得非常的有霸氣 震撼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你要玩小青啊 電明狼拳是可以直購造型的 如果是以外觀的話 我非常喜歡電明狼拳這個景深1的感覺 外觀的部分 我給他8分 那這個手感的部分呢 我給他10分 非常的高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電明狼拳打起來這個打擊感非常的夠 那CP值的話 也是10分 因為他直購 好像700多點券就可以直接買了吧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你想玩小青的話 你就買一個電明狼拳 就非常的夠用了 如果說呢 你想要入手小青的話 各位有發現一個重點嗎 小青的這個所有造型啊 幾乎都是 透過一些特殊方式獲得的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講 反正電明狼拳呢 他的這個外觀8分 手感10分 然後 CP值10分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那電明狼拳之後 第二名的小青造型 是哪一個 我個人覺得最高分呢 就是這個 好運達摩 那我們一樣進去遊戲裡面 在練習場裡面 講解給大家聽為什麼 那小青這個好運達摩的造型呢 這是 上一期聖典還是這一期 欸 好像是上一期的聖典吧 還是這一期 我忘記了 反正不是很重要 那這個造型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論他的外觀啊 這個兩粒該有的東西 是有出來的 他的外觀 我給到9分 甚至比電明狼拳還要高 因為電明狼拳包太緊了 那這個是喔 該漏的有漏 事業線啦 幫助我們事業成長 然後接下來就是手感的部分喔 這個手感的部分呢 我給8分 我覺得他玩起來的部分 有點 吃不出電明狼拳 不過呢 他這個手感的部分 玩起來就是有點不順 沒有電明狼拳那麼順啊 不然我個人認為是說 他這個 無論是手感呢 還是說 都算是 也是算是 跟電明狼拳可以匹底的 CP值的話 我覺得就是 給到只有8分吧 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因為 他這個 是聖典造型 而且是60等的聖典造型 那就是說 你就要花台幣 然後 每天還要擠任務什麼的 然後才能獲得這個造型 不像電明狼拳你直接買 就可以獲得非常好的手感什麼的 所以論CP值他是8分 那這個造型的話 我非常喜歡他這個 胸前的設計 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他這個胸前的設計 不錯不錯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有聖典的話 就是可以跟這個 電明狼拳交替使用 才不會玩得膩 因為小青這角色 技能組簡單 我們只能透過他的 造型上 來找一點樂趣 那接著呢 我們來介紹 我覺得小青 第三好用的造型 就是這個 舞動麒麟 舞動麒麟呢 是這個 排位賽 免費贈送的造型 不論他的外觀 我覺得 我給到也是9分 跟這個 寶運達摩有的比 我覺得他這個外觀 是所有他造型裡面的外觀裡面 最好看的 他手上還有一個這個 武師的拳套 我覺得非常符合這個 小青中國風的感覺 那我們進到遊戲裡面 試玩一下 那這個 武動麒麟的小青造型呢 我個人認為 偏笨重一點 論外觀的話 剛剛我給到了9分嘛 那手感的部分呢 我覺得就給到7分就好了 他也是不錯的造型 而且是免費的 這個排位賽免費贈送嘛 所以 你只要有打排位的啊 就是可以免費拿到這個 小青的造型 還有幻化造型 只是說 缺點是什麼 就是他沒有特效 他沒有特效 所以我覺得 就還好 要論說 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我們的 好看程度的話 就真的是很普通 就是小青原造型的感覺 CP值 我覺得就6分 雖然說他是免費 但是在遊戲內的特效表現 我覺得就沒有很好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給他 一點點特效啦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 外觀的話 就只論美術圖的外觀 我們沒有計算遊戲裡面的特效 論美術圖的外觀 我是給到有這個9分啦 因為他胸口 一樣有那個 事業線的部分 基本上有事業線 我分數不會給太低 各位了解嗎 就是畢竟 我們身為男人喔 就是對於這個 有一種憧憬 這個 希望大家可以諒解 可以理解啊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啦 不過他 這個造型也是不錯 因為他 免費的 我覺得免費就是要給個讚 希望官方可以多出 這種免費的造型 那繼這個舞動麒麟之後呢 我覺得第四個 第四順位的小青造型呢 就是我們的功夫寶貝 那這功夫寶貝的外型呢 各位 我給他10分 做造型裡面 我最喜歡功夫寶貝這個造型 他徹底的展現了這個 小青身為這個 習武之人的那種感覺啊 他這個褲子 還有這個外套 這種感覺 黃色的這個配色 我覺得有點像這個 李小龍 哈嘲 有點像李小龍的感覺 他這個拳道也是精簡有力喔 雖然說他這個造型也是直夠 非常的便宜 但是我覺得我一開始啊 就是小青還沒那麼多造型的時候 我非常的喜歡用功夫寶貝 真的很棒 論外型 我給他10分 我給他10分 差點說100分 那接著我們就進到遊戲裡面 來試看看 他的手感怎麼樣 雖然說他被我排在第四名喔 但是他的手感呢 我個人來到9分 跟這個電明狼犬差不多的 他的這個滑動的流暢感呢 跟這個電明狼犬就是不太一樣 各位了解意思嗎 這跟其他造型比起來 他是很輕的 就很輕盈 而且這個壁咚 這個我可以接的很順 可能是我以前都玩這個 功夫寶貝的造型的關係啊 他這個手感起來 是非常的順 各個角度 輕鬆壁咚 我們把這個模擬成敵人 輕鬆的壁咚 輕鬆的擊殺 所以手感的部分我給他到9分 CP值的部分 一樣10分 說來說去啊 我覺得這個造型 應該是最適合小青的 雖然說前幾個 也有他的優點 他這個直夠造型 也是勇者造型而已吧 就直夠 沒什麼特效 不過呢 手感非常的好 異常的好 外觀10 手感9 然後他的這個 CP值10 好不好 便宜 操作性好 而且又好看 繃帶 纏住這個世界線的部分 OMG 繃帶欸 這繃帶是多麼色的情趣啊 我喜歡欸 對不對 以後如果有女神想跟我色色的話 你可以纏繃帶 我會很喜歡 那接著 寄功夫寶貝 我們來到我們的這個手感排行 第五名 第五名呢 就是我們的XDreamer 小青 那這個XDreamer的小青呢 外觀 我給到8分 為什麼給到8分呢 因為我覺得他外觀非常的現代 非常的酷炫 比起小青的其他造型 他這個造型是 有融入一種現代感的 給到8分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他這個 一半裙子一半褲子的設計 是別的角色身上沒有的 他真的是有點別出新材的設計 所以我蠻喜歡的 而且他加上他的這個胸部 我的意思說他的鞋子也是不一樣顏色 各位有發現細節嗎 其實小青的每個造型我都仔細觀察過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火力女子 所以我覺得他還不錯 他這個外觀 他手上那個 還會微微的發光 我覺得非常的酷炫 那我們進到遊戲裡面 看他的手感怎麼樣 那這個XDreamer的造型呢 我們來講一下他的手感 他的手感流暢程度呢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給他到6分 我個人認為他手感打擊起來 我玩了幾場之後 我覺得他這個手感的部分 沒有前幾個這麼的好 我玩他就是很容易接到那種失誤的接著 機率比較高 我個人的這個感覺啦 所以我個人給他的手感差不多6分而已 那如果我們論這個 小青的CP值呢 給他7分 因為手感沒有特別的好 雖然說他是免費 也沒有特效 不過呢 那個時候好像是這個XDreamer的活動 還要解一些任務 我覺得還蠻麻煩的 而且現在應該是以後 就拿不到這個造型了 外觀8分 然後 手感6分 CP值7分 因為我覺得他活動起來就是有點偏笨重 喔 雖然看起來說好像還不錯 但是其實 我個人認為說這個造型裡面 如果有這個 功夫寶貝 我就會用功夫寶貝 我不會用這個XDreamer 功夫寶貝算是一個比較全方面的啦 你看一樣都沒有特效 可是功夫寶貝就是 打擊感 我個人就認為比較棒一點 所以個人認為呢 XDreamer的造型 大家 沒事就不要去用他 除非你想享受這造型 不過這造型也沒什麼好享受的 就沒有特效 我覺得小青的造型 應該說小青的大招 應該會設計長一點 我覺得太短了 就是他這個大招 雖然說很強力 然後這個開戰很強力 不過很多玩家其實都不知道怎麼 操控小青的大招 之後有機會再給大家一個教學 那接下來 我們要來介紹 小青最爛最爛的造型 這個造型真的是爛到爆 我自從用過他幾次之後 我沒有再用過他 完全沒有用過 就是我們小青的寒冰遠征 這也是某一期聖典的造型 我們先論外觀 他這個外觀雖然說 有肉視野線 但他這個外觀我覺得 沒有到很好看 而且他腰間有一個那個 很像雞雞的那個 我覺得他整體造型就是太單調 雖然說他藍色的還不錯看 但是不是我的喜歡的那種型 所以他外觀的部分 我給他5分而已 雖然說他有肉視野線 這5分就是都給這個視野線 那我們穿戴他 到遊戲裡面跟各位講解一下 為什麼這個造型 手感這麼的差 各位就算去打排位 還是說你在玩遊戲遇到的小青 都不會用寒冰遠征 寒冰遠征這個造型呢 雖然在遊戲中是有特效的 而且這特效不難看喔 你看他這個大招 是有這個冰錐打出去的 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他這個在遊戲裡面的特效是還不錯 可是小青的這個造型 在遊戲裡面非常的笨重 接招接技的手感 都不是這麼的好 所以我個人認為呢 小青那個造型啊 打擊感 我也覺得沒有到特別好 手感的部分 我給這個造型差不多3分 非常的低分 我基本上不會拿出這個造型來玩 我覺得滑起來就是有一種笨重感 而且接技不會那麼的順 會有點卡卡的感覺 我不知道 我個人的感覺 我不知道各位玩起來怎麼樣 但是呢 我對於小青的這個造型的這個介紹呢 我覺得 應該算是最有公信力的吧 接下來來介紹一下CP值的部分 我給他 因為他是聖典造型 而且蠻早期的 然後手感又沒有很好 所以我給他CP值的部分也是3分 外觀5分 手感3分 CP值3分 你們也拿不到這個造型啦 因為聖典的部分已經絕版了嘛 那我覺得這個造型啊 就 真的是只能夠給到這樣的分數 這個造型真的是 無論 哪個角度來看待他 都是 比不過前面幾個造型 所以各位如果我想玩的話 不推薦大家使用寒冰遠征的造型啊 我覺得寒冰遠征這一組造型 不適合這個 入門的小青來使用 就是 太沉了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這個造型 雖然說 他的音效很炫 各位可以聽一下他的音效 他打出去是有那個 冰的聲音啦 不過 這個真的就只是他唯一的優點了 好不好 那 我相信大家 對於我們今天的這個角色介紹 這個造型介紹 我不是非常的專業 但是就是分析給大家看這個順位啊 希望說 喜歡玩小青的 就可以把這部影片看完 因為應該會 滿感同身受的 如果你感同身受 可以在底下留言 小青的這個造型啊 我覺得 官方真的可以多出一點 我可以給官方一個建議 你可以出一個小青的 龍拳造型 一技能出去的時候 小青身後跟隨一條龍 接著呢 二技能的時候 小青可以 就是打出這個 二技能可以不用很複雜 就是一顆球耶 沒關係 龍珠的感覺 然後大招 小青大招出去 可以一個龍口這樣 咬下去 帥 你這個龍拳造型出下去 我三個帳號 我全部拿來買這個龍拳造型 這個真的是必出 一定要出 明年過年等你 好不好 我買爆買爆 我絕對把牙碎錢 絕對買下去 沒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小青造型評比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謝謝大家的房間 電影 我的影片讓你 永遠看不定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